2016年的第14條 他問哪一個不是 Redox Reaction 其實不是 Redox Reaction 是一個 Redox Reaction 其實是很簡單的 看看有沒有 Element 出現 一有 Element 出現 他們就確定是 Redox Reaction 然後唯一一個沒有 Element 出現 答案就是 D 如果這樣做 其實十多秒就已經做完了 為什麼這樣是對的呢 因為 Element的Oxidation Number 一定是零 前面的東西 無論怎樣都好 之前一定不會是零 變成零 即不會由一個銀化變成銀化 所以它一定是銀化 something 銀化 something 一定是帶著Oxidation Number 就是正一 即是只要是一隻Compant 就一定是有正負數 一定有Oxidation Number 不會是零 但是如果它是3Element 它一定要是零 轉變一定是Redox Reaction 所以頭三個都是Redox Reaction 第四個不是Redox Reaction 所以答案就是 D 但是現在的那是3Element 就不會有煮成的 是2Element 你說它還是G3Element 這個放鬆的主要可